给所有独居的女孩一个忠告 深夜千万不要给人开门 无论她是什么身份 你们又是什么关系 只要她是男的 这一条理由就足够了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女孩叫孙晓晓 一个独立阳光 积极向上的女孩 大学毕业后 她自主创业 历经千辛万苦 创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服装店 为了学习管理经验 也为了结交更多的人脉 她给自己报了一个工商管理培训班 在这个培训班里 她遇到了自己的结束 男人叫宋明 宋明集团董事长 年轻有为 是别人给她的评价 这一天 培训班下课 孙晓晓刚准备回店里 在学校外 她遇到了不怀好意的宋明 宋明主动邀请孙晓晓共进晚餐 孙晓晓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 宋明眼睛一转 说想要请教孙晓晓一些课堂上的笔记 孙晓晓的顾虑被打交了 她坐上了宋明的大奔 一家高档餐厅里 宋明先是照例点了一瓶一万八的红酒 随后 她话锋一转 直接开门见山的向孙晓晓表达自己的爱意 孙晓晓一愣 她反问 宋明你不是结过婚了吗 这是话里有话 她一方面向宋明表明自己的立场 另一方面告诉宋明要洁身自好 宋明吃饼 不过她还不放弃 接下来她要说的话 让我想到了当下很流行的一个词 虎信南 你一个服装变的小老板 花这么大的奖心 去听课 无非是想凭着自己的年轻名 去逗条大约 可惜 你掉了 我什么 言罢 她就准备胜手 孙晓晓不堪欺扰 炮火全盖 随后 她掏出了自己的银行卡 买了单 潇洒离去 离开餐厅后 孙晓晓心中苦闷 这一万八的红酒 几乎榨干了她所有的积蓄 她给自己最要好的两个朋友 打去了电话 一男一女 三人相聚大排档 男人叫姜维 从她看孙晓晓的眼神中 我读到了满满的爱意 女人叫奶奶 孙晓晓最要好的闺蜜 推杯换盏 酒过三巡 孙晓晓喝醉了 娜娜有意撮合两人 便让姜维送起回家 姜维点头如啄米 姜维是一个说得很少 做得很好的男人 将孙晓晓安顿好后 她把孙晓晓半夜醒来口渴 贴心地在床头放了一杯热水 她知道孙晓晓的肠胃不好 在来之前 她便准备好了喂药 将一切安顿好后 她一步三回手地走了 她是走了 宋明来了 准确地说 她是一直就没有走 从孙晓晓离开餐厅 再到大排档 再到最后 宿醉回家 她是一直尾随在几人身后 她不怀好意 几个小时后 深更半夜 一连串急促的敲门声 惊醒了正在熟睡中的孙晓晓 通过猫眼 孙晓晓看到了宋明 她问宋明来者何意 宋明说 她是来为自己方才的行为道歉的 她想让孙晓晓把门打开 只说一句话就走 众所周知只说一句话 和什么事都不干的可信度一样 几乎为零 孙晓晓打开了门 给自己的悲剧开了一个头 带你们看起来包 圆 erro 圆怎样 扇宿 蜜天